未来有一些事情 国家需要我帮忙的时候 我一定会出来 虽然学术是我的最爱 可是常常会有美丽的岔路 三年前显然副总统 曾经人重回最爱的学术之路 但人生的岔路不止一条 平面媒体报道 农丽年间蔡总统当面肯谈 曾经人已经点头 同意接下格魁 年后内阁将启动改组 你有可能主折吗 谢谢 之所以愿意放下最爱的学术 传出是为了明年一月 总统大选 要重塑最好的执政环境 好作为民进党候选人的后盾 而他党龄只有两年 在民进党派系林立之间 非典型政治人物的性格 也成为最好的调格机 孟成他也是一个 非典型的民进党人 就跟蔡总统一样 跟各个一些派系的合作 可能也会比较有利一点 蔡英文 陈建仁 再加上赖清德 这位是民进党 最坚强的三角组合 民进党有信心 再站起来 重新整队 打赢2024的挑战 2023年开启新气象 努力让民进党 重获人民的信任 内阁改组卡关 任门人选 曾经在大年初一 PO文大谈宽书 其中这一段 是否有人夺取 属于我的地位 说了我的坏话 格外耐人寻微 而总统府至今 没有证实新格消息 也传出主要原因 是基于对苏奎的尊重 将在盘点 并听取 阁源去留意见之后 最快年初五 才会正式对外公布 真的尊重苏奎 可以请他去任格奎 而别成为被重征 临时的原重患 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 也是国家联金改革文会的 召集人 担任格奎后 第一件大事 就是应该要马上改革 即将破产的 劳工退休联金 新年新气象 年后新格奎花落 谁家即将分晓 2024号角吹响 蓝绿就这样的位置 听众新闻 李国珍 宁家慧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